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好 五千人拥有护士执照的 其实只有一半的人愿意进医院来担任护士 但是我们看到马总统要提出二十亿 要来解决护士方的问题 我现在重点是要希望呢 有关单位所提出来的这一个经费 必须要真正落实在护士的一个福利上面 让他们薪水增加 让他们工作减量 让环境改好 以让护士能够长期留下来照顾病人 这样子才能够解决护士方的问题 不然的话永远是无法解决 所以护士方问题值得政府要重视 谢谢